19號上午,來自高雄石多索高中至幼兒園的學生 與學校老師及家長組成的弦樂團 為數85個人,一字排開,清一色的小提琴演奏 成員年齡從5歲到65歲的男女老少 由活動召集人黃大玉帶領音樂夢想之旅弦樂團 從去年8月開始規劃環台演出 到台東已經是第十一站 主要藉著巡迴演出,呼籲大眾關懷植物人 應該因為我們有很多的老師 有很多的學生來自高雄市 很多的學校應該有十來間的國小 那國中我們也有國中生 也有高中生,甚至阿嬤 阿嬤為什麼會跟我們一起來呢 因為我們在教小朋友的時候 我們大人學習也是免費的 那學習免費的時候 她也一起學,我們有發起這樣的活動 我們也希望阿嬤也可以跟我們一起來參加 所以我們這次有來了三四個阿嬤 她的年紀已經六十幾歲了 我也不知道阿嬤 從我的心這樣發出來 我感覺說 很感動 白色的念頭 阿嬤看到每一個人的學名 都是很保重的 朋友們分開到各個安養區為院友彈奏 嘹亮輕柔的弦音在空中環繞 對於他們來說 這不單單只是樂器演奏 而是藉著音符與躺在病床上的院友們 做深度的心靈分享 其實一開始是鼓勵小孩子 一起來做這個愛的分享 可是我們發現喔 家長非常踴躍 因為黃老師跟我們的想法都一樣 就是覺得教育要從小孩子開始 那當然他們都有感受到 就是 有時候他們就是會 對我們拉的情的 那個有反應的 我們今天來到創世基金會 是藉由他們的歌聲 然後可以讓這個病患他們 就有這個歌聲的刺激 讓他們的健康有的幫助 那這樣子 我想這次才是更大更大的意義 那個生命能夠這樣子的發揮出來 才是那個寬度跟那個長度 都能夠表現出來才是最重要的 音樂夢想之旅 給予安養中心的成員們鼓勵與關愛 在演奏空檔之餘 團員們還捐出發票與善款 以實際行動支持充裕照護基金 也讓音樂演出轉化成關懷 呈現人間真善美最動人的時刻 愛分享 音樂夢想之旅 台東戰 耶 東大新聞張家瑋 台東時報道 只能再找朋友 說不定 不來 見誰 探偶